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子还在上班 你们吃饭了没啊六点多钟 该掐饭了呦 没没没 脚伤了到处跑那个没有办法呀 有事情的呀要出差点谢谢爱是水仙 行动不方便 脚呢好了一些但是肯定这个要休养一两个月的 除拐杖啊我不是铁拐缝吗 感觉这个酒店的光好黑呀 是不是有点黑黑的呢 灯光不好谢谢佛西少年tmo 谢谢 每天都是星期起来在家里 学书了零点一倍速诺依 窗和游戏每一个都要宠溺 一面她 借i m w z z 这样了怎么就不能出差了啊 又再期待的气 这个唯一我穿过很多次啊 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急 幻想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 不找痕迹 偷了会记得我的秘密 你说你喜欢斯尼西 而我多了一个G 就像L.O.B.E 谢谢妹妹的摩根火箭 我在默默等着你 哪怕中年危机 我的爱不过气 你说爱喜欢碎天衣 我就爱上了经历 预知了所有运气 欢迎刺开绿拉底 伪装的不在意 哦假装很可惜 啥时候播的我刚刚开播 刚开播几分钟 怎么了 有没有想我 脚还没有好 只要不沾地 只要就是那个大拇指不沾地的话 还好了 现在就没有那么痛了 大家放心啊 不要担心不要担心 算算好呀 早吃饭了吗 不沾地 不着痕迹 偷了会惊讶的明明 谢谢Timo棒棒的开通的游戏啊 我这还美啊 我感觉这个光超级烂的 这光不是很好 谢谢小姐的飞机 谢谢Timo棒棒的 给大家的礼物 哎你们看我刚刚更新的抖音没有 嗯 看没有看我刚刚更新的抖音 我录了手指舞哦 而且还有福利 就你们参加这个挑战的话呢 可以获得奖励 什么奖励暂时不说 看了呀 哎呀 大家还不去点赞评论 双击666 谁就爱听听的背景 早上好是什么意思 反正我脸有点肿 雪角Timo还出差 那又怎么了 可以坐轮椅啊 哼 谢谢 恭喜去沙漠找起头 升级到17级了呦 左边快送个飞机办法 什么意思呀 嗯 要先唱一首什么来开个嗓呢 唱个刚好遇见你好不好 时间的歌 才懂得想我用吗 到底是为了什么 因为我刚好遇见你 留下足迹才美丽 风吹花落泪如雨 因为不想分离 因为刚好遇见你 留下十年的期许 如果再相遇 我想我会记得你 我们哭了 我们笑着 我们抬头 我们抬头望天空 星星寒亮这几颗 我们唱着 时间的歌 才懂得相互拥抱 到底是为了什么 因为我刚好遇见你 留下足迹才美丽 留下足迹才美丽 风吹花落泪如雨 因为不想分离 因为刚好遇见你 留下十年的期许 如果再相遇 我想我会记得你 因为我刚好遇见你 留下足迹才美丽 风吹花落泪如雨 因为不想分离 因为刚好遇见你 留下十年的期许 如果再相遇 我想我会记得你 脑补一下屏幕下面就是腿 腿是在下面的呀 怎么了 像一棵海草 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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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波飘摇 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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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花里舞蹈 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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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它海浪尽靠 我 用我的小妖 接法法 哇 哇 这个 哎呀 有心了真的是 哈哈 哇 还发了一个 这个这个叫超级大摩真的是 哈哈哈哈 貌似昨天那个法法就是那里很 神秘的问我啊说 提摩你二十八号播不播呀 我说怎么了 他说你播不播吗 我是或许播或许不播 说不准 哈哈原来是要给我一个这个惊喜 哈哈 哈哈哈哈 大气大气 爸爸大气 扎心了扎心了 早已看透那些套路 一点真就足够了 喝过最烈的酒 也跑到最高傲的牛 很纠结很纠结什么 谢谢谢谢大家的棒棒子 谢谢大家的棒卡 哎我上次居然看到有个 有一个十集以上的蘑菇改名了 改了名你知道吗 改成了励志主播666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腿瘸了故意 故意这样改名的 是在说我吗 请问你那个励志主播是在说我吗 你我只是什么 今天妆不漂亮 哎呀没关系啦 反正我就这样子了 所以不要烦恼 开心就好 我们直播间从来也没有说过超管不好的呀 都是说的好话呀是吧 谢冰冰的飞机 我下次出差可以带个补光灯 我下次出差可以带个补光灯 些神不得默默的骑士 真的我跟你说本来我 不是回老家之后我就买了补光灯的吗 因为我家里那个光太 太绿了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台灯是绿色的 通体发绿 然后照在我脸上我脸上全是绿色 然后 然后我就买了两个 然后我带了一个 就想以后出差随身带着那个打光灯嘛 结果这行李箱装不下了 装的衣服太多了 哇又在助我早日康复啊 比心比心 谢谢 好的我会早日康复的 我感觉我还是真的挺那个 挺好的 就感觉嗯恢复的很好你知道吗 感觉再过几天就可以活蹦乱跳了 但是不可能不可能 哈哈还要去复查的 谢谢小林爱提莫的飞机 早日康复好的 谢谢大家 也超过这个节奏带的可以哦 你看大家都说 祝我早日康复 你们一人说一个早日康复 那我就 就会早康复一天 应该很快 我会好快点好起来的 我会好快点好起来的 哈哈哈 谢谢大家在这里 送给我的祝福 我唱一首原来你也在这里 请你许我尘埃落地 用沉默埋藏了过去 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 才隐居在这沙漠里 感应慢的是总清晰 千言万语只能无语 爱是天是地里的迷信 而原来你也在这里 啊 哪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 为什么我用尽全身灵气 缺换来半生回忆 若不是你渴望眼睛 若不是我救出心情 在千上万谁人还相遇 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请允许我尘埃落地 用沉默埋藏了过去 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 才隐居在这沙漠里 录到好久录得好晚 录了一二十条 最最终才选起了 选取了那一条上船上去 而且我发起了抖音的挑战 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 你们看到没有 我马上也准备发个微博 马上准备发个微博 然后呢也是这个 佛系少女首饰舞的这个挑战视频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挑战一起玩哦 因为抖音呢有很多小姐姐 她们的手指舞都特别的好看 然后我也是借鉴了很多小姐姐的 因为大家也看到我的很多动作 其实都是有很多抖音的小姐姐 她们自己编的 我觉得哇太有才了 然后呢我自己又发起了一个挑战 大家呢也可以跟着我这样来学 然后呢也可以自己编 都可以哦 什么 你评论你也看不见 你叫什么 哎你别说 你还是不要说你的你的名字 你说了等会儿大家全部去私信你 你可以悄悄跟我说你叫什么 我就看到了呀 而且本来我是上传 我本来在一 半个小时前我上传的是那一条 你知道吗 已经有两万点赞了 后来然后我上传错 上传 上传 上传错了 就是那个BGM们 然后不是我的那首歌的连接 然后结果浪费了两万多赞 然后几千评论 借雨章哥哥的半卡 然后结果删了重新又发了一条 所以你们也要顶最新的这一条哦 啊我爸爸 我爸爸在看我直播吗 他送什么了 我没有看到我爸送礼物啊 哎爸我脚骨折了不表示一下吗 不关心一下你的女儿吗 嗯 哎要不 哎爸你要不要参加我那个抖音的那个挑战手势舞啊 你参加了让大家把你顶上去啊 那个评论就是到时候那个抖音挑战嘛 佛系少女挑战 排名前三的有神秘礼物送的 有福利的 爸爸你拍一个吧 真的为了支持你女儿 你看你女儿的骨折了 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拍一个抖音视频呗 拍个佛系少女支持一下你女儿的新歌也是可以的嘛 是吧 哦山高皇帝远谢谢啊 民事了女儿别的要求没有 就想你录一下佛系少女的首饰舞 哈哈哈 谢海绵拜拜的飞机 苦肉计哈哈 哎也可能人生就这一次苦肉计呢是不是 以后再也不会骨折了呀 多么的不容易多么的难得 电脑充电了充电了 哎 哎为什么我的电脑没有充上电啊 我来看一下 没有充上电 没有充上电 好了充上了充上 心酸什么 好烦怎么每次我站起来就是这种悲伤的音乐啊 我醉了 谢大容的蘑菇火箭 所以我还唱一个悲伤的歌吗 啊 别吧 感觉太惨了 有点有点做做 哈哈哈哈 就大 右脚的那个大拇指骨折 去拍了 对对对大家都拍一下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上传的是什么 别着急啊 好 好 鼓声 我到了没 你还可以还可以 现在又是一点七万赞了 看一下评论 然后我发现的这个就是佛系少女的首饰舞 大家可以根据我这个首饰 跟我一起做也可以自己创造 创造动作都可以 然后呢因为我跟你说这里面 玩抖音的小姐姐太多了 你知道吗 随便一点 就上次我这个歌还没有传上去的时候 然后就有好多用这个歌嘛 来你看 就是有好多小姐姐 都是漂亮的妹子哟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参与这个首饰舞 到时候前三名呢我们会有福利送的哟 这个动作我练了很久 我是借鉴抖音上的那个 很多好看的妹子的动作 然后我自己也编了一下的 我要表演一下 哇 我是放慢动作那个的耶 等一下 要表演一下吗 那我不能拿麦克风了 就中间那段好不好 哎呀好紧张啊 中间那段好马上要到 从你说你喜欢森女婿开始 幻想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 不找痕迹 透露会惊讶的秘密 你说你喜欢森女婿 而我多了一个机 就像L.O.B.E 去掉一半面落里 我在梦女婿 说你心 我忘了 我看 第二个都不行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啊 抖音没有那么好录的 我跟你说很难 再来一次 抖音没有那么好录的 你 你说你喜欢森女婿 而我多了一个机 就像L.O.B.E 去掉一半面落里 我在默默等着你 哪怕重面危机 太快了 太快了 哎呀 不是这样的 我跟你们说这样就可以了 录抖音是这样录的 它可以放慢速度 你知道吗 哎呦 我又气死了 我用这个来放 然后我这个来听 然后给你们 给你们放慢动作的 你说你喜欢森女婿 而我多了一个机 就像L.O.B.E 去掉一半面落里 我看一下我怎么那个的 我看一下我的舞蹈先 完了 你说你喜欢森女婿 而我多了一个机 就像L.O.B.E 去掉一半面落里 我在默默等着你 哪怕重点危机 我的爱不过气 就像L.O.B.E 你说你喜欢森女婿 我再慢一点 再慢一点 还有更慢的啊 你说你喜欢森女婿 我多了一个机 就像L.O.B.E 就像L.O.B.E 知道吗 他这个有快 极快 还有就是正常的速度 我刚刚那个都有点太慢了 有点 反应不过来 毕竟骨折了 脚骨折了 这个对 记忆里有点损伤 大家要多多担待 平时的我不是这样的 脚好了应该就可以 脚好了 我会说正常速度就可以 加快都可以 等我交好吧 等我交好再录一个 真的就是这样录啊 如果你们觉得太难 其实这样就变得很简单了 知道吗 所以你们可以这样录哦 谢谢大离子 谢谢大荣的 蘑菇火箭 谢谢大家的棒棒的 哎丢脸丢脸啊 想做一个示范 都没有示范成功 绝的锅 绝的锅 绝杯锅 我好难受 我不管 不管 反正你们就可以把我刚刚直播那个片段 放快两倍速度就是正常速度了 知道吗 所以录这个的话呢 就有时候放你记性不好 怎么的 你就放慢速度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大家快点来抖音来参与吧 观众的抖音缝题目啊 我有一个梦 像雨后彩虹 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 还有一种爱 穿越了人海 拾起那个迷失的尘埃 你的呼吸 也靠预警 将我抱紧 我睁开双眼 像你在身边 无所谓永远 还是瞬间 经闭上了眼 你却又浮现 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 忘了是非 没有伤悲 我睁开双眼 像你在身边 无所谓永远 还是瞬间 经闭上了眼 你却又浮现 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 忘了是非 没有伤悲 没有伤悲 无怨无悔 我拥抱着爱 当从梦中醒来 你执着的等待 却不曾离开 舍不得分开 在每一次醒来 不用再徘徊 你就是我最美的期待 那么微博 让从梦中醒来 你执着的等待 若不曾离开 舍不得分开 在每一次醒来 不用再徘徊 你就是我最美的期待 你就是我最美的期待 用微博 我发个微博 微博可以召唤一下 微博的小伙伴们 也可以参与呀 只要是粉丝 各个平台前三名的话 到时候我们都会给福利的哟 先不说是什么 别忙啊 发个微博 你们可以去抢沙发哦 可以去评论点赞哦 等你哦 马上就发了 居然有傻子的办卡 居然有傻子的办卡 最后这个名字 好像是在说你 骂你自己 兄弟 你们这样真的好吗 哎我发了 你们看到了吗 还没有奶 冯宝宝之东风 恭喜你 Let it go 脚趾头哪有那么快好啊 我知道 谢谢大家的关心哦 但是反正 这个东西呢 骨头是吧 伤筋动骨的 好的话 反正慢慢恢复吧 我尽量快一点 快一点的话呢 就是让它不要沾地吧 迟早会看到活蹦乱跳的我 谢谢我也尝试着用心 谢谢 还没好吗 哎发了发了 你看我的微博 发了 大家快去 点赞评论哟 这里 新浪微博 对 新浪微博 逢提摩 可以 也可以在我的新浪微博超级话题一起玩都可以哦 哦对 对 玻璃堂 哎 谢谢大家的那个支持啊 就是我跟那个 徐梦源和唱的玻璃堂嘛 在网易云 他不是在网易云首发了吗 然后成绩很好哎 居然是标准榜第一名 谢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然后这首是电子音乐的歌曲 大家也多多听听这首歌喜欢电音的小伙伴们 我觉得应该会很喜欢这首歌 因为我自己喜欢电音 然后听这个旋律 我就会循环停不下来 嗯 对啊我也喜欢梦里花 那我唱个梦里花好不好 他前面有个小的清唱 唯一纯白的梦里花 盛开在湖泊色月牙 就算失去所有爱的力量 我也不曾害怕 天空透露着微光 照亮虚无迷惘 在苍横飞煦之中 找寻回忆梦想 古老的局势深乡 守护神秘时光 清澈的蓝色河流指引城市方向 穿越过风沙划破了手掌 坚定着希望去闯 清澈的梦里花 唯一纯白的梦里花 盛开在湖泊色月牙 就算失去所有爱的力量 我也不曾害怕 古老的局势深乡 守护神秘时光 清澈的蓝色花流指引城市方向 穿越过风沙划破了手掌 穿越过风沙划破了手掌 坚定着希望去唱 唯一纯白的梦里花 盛开在湖泊色月牙 盛开在湖泊色月牙 就算失去所有爱的力量 我也不曾害怕 穿越千年的石斑花 刻画着永恒的天堂 轻轻失去漫步千山的沙 我从不曾绝望 黑眼圈重啊 我觉得应该是光没打好吧 接再一次一次的飞机 辛苦了辛苦了 不辛苦啦 我觉得还好耶 我觉得还好又不是 又不是什么大山是吧 干嘛说的那么夸张啊 又不是只能卧床不起 出差 谢谢 毕竟是皮皮末 要坚强 这是在哪里 这是在出差酒店中啊 永远光杯锅 什么鬼 什么光杯锅 无人的笑像喧闹的路口 初次约会我们走了很久 终于把你小手放在我胸口 四月的微风扑过你额头 一二一九 爱要爱的长久 你说除了我和太阳别无所求 我是零零后 我是零零后 你是九零后 信号飞机错位不安 年龄太先后 十二月十九 给我最美丽的邂逅 I wanna nobody nobody you 第一次写歌 恋爱的奢兽 不小心 花心的魔咒 会动摇你和我 你和我 六月的天气 像一个小丑 忽一忽情的变换着节奏 你是童话里被我宠坏的孩子 厨房却被我搞成一锅轴 世界在七月变得很怀旧 等太阳慢慢淹没在宇宙 在七月变得很怀旧 送你的戒指尝尽了温柔 就在日光消失的时候 写净黄 一二一九 爱要爱的长久 你说除了我和太阳别无所求 我是00后 你是80后 信号飞机 错位不安 年龄排线后 十二月十九 给我最美丽的邂逅 I wanna nobody nobody you 第一次写歌 第一次写歌 恋爱的射手 不相信 花心的魔咒 会动摇你和我 一二一九 爱要爱的长久 你说除了我和太阳别无所求 我是00后 你是00后 信号飞机错位不安 年龄排线后 十二月十九 给我最美丽的邂逅 I wanna nobody nobody you 第一次写歌 恋爱的射手 不相信 花心的魔咒 会动摇你和我 你和我 你和我 我今天一点都不漂亮 我今天脸都是肿的 你没发现吗 可能昨天喝了太多的水 因为我每天现在就是要吃挺多药的 本来要吃胃药的 然后他本来还要喝茶 然后 现在又要吃一个那个什么接骨头 就是那个 让骨头快点长好的那个药 我就说我之前 然后那个医生在给我看那个 让骨头快点长好的药的时候 他就说你最好不要吃药 年轻人不要就是吃这种 让骨头自己恢复嘛 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慢慢养 他说这个都是老人吃的 你为什么 你小孩子为什么要吃这个 说的你知道 他说的我特别的开心 他以为我是小孩子 哈哈 谢谢孩子玩的飞机 我说我还要想快点好了 医生 你就给我开药吧 虽然受了伤 但是听到医生说 你小孩子家家在吃什么药 那是老人吃的 然后我就在想 这个骨 这个是让骨头生长得很快的药 我说难道吃了可以长高吗 不是的 还是对受伤的地方 因为人他又会有一种 自动愈合伤口的那个功能吧 人体 好像是吧 然后骨头那个地方呢 就会可能对伤口 会让它恢复的快一点点 是这样的 我还以为 我说哇 那这样的话呢我天天 天天吃一瓶 这个长骨头的药 是不是能长高 那你就骨质增生了吧 可能 好深情 对我也想也是 它可能那个骨头就乱长了 是吧 可以所以大家药也不要乱吃啊 没有受没有那个骨折啊 或者是骨头没有受伤 千万不要吃这种这种东西 它是不会让你长高的 只会骨质骨质增生 今天今天下播啊 可能是9点之前就会下播哦 因为晚上可能会有事情 可能要彩排 可能要练一练 其实我昨天就已经 其实我昨天就已经在了 昨天已经彩排过了 昨天彩排到凌晨 挺晚的 昨天彩排到大概一两点吧 只是没有告诉你们 正好觉得有事要出去 那你就正好了 其他小伙伴可是很想看我的 受伤了彩排 没事 我有我的拐杖啊 没关系 我还有我的拐杖 不辛苦啊 因为我觉得是可以承受的东西 所以没有什么好辛苦不辛苦的 唱个冲冲呢 是 从从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 再见之后才拖延 可惜谁有没有爱过 不是一场街情上面的兄贱 匆匆那样我们一时匆忙 捞下难以伸手的诺言 只有等别人兑现 不怪那问恨还没积累成千 拥抱着冬眠也没能余话再呈现 不怪这一段情没空反复再排练 是岁月宽容恩赐返回的时间 如果在前不能红着眼 是否还能红着脸 就像那年匆匆刻下永远 一起那样美丽的耀眼 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 别太快明智这些 谁甘心就这样 彼此无挂也无欠 我们要互相亏欠 要不然平和坏灭 写风风的白鸡 匆匆那年我们见过太小失灭 只爱看同一张脸 那么莫名其妙 那么讨人欢喜 闹起来又太讨厌 想爱那年活该匆匆以为我们不懂挽固的诺言 只是分手的尖言 不怪那天太冷泪滴水成冰 春风也一样美吹进凝固的照片 不怪每一个人没能完整爱一遍 是岁月下意落下残缺的悬念 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 是否还能红着脸 就像那年从昨刻下有约一起那样美丽的耀眼 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 别太快明智这些 谁甘心就这样 彼此无挂也无欠 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 是否还能红着脸 就像那年从昨刻下有约一起那样美丽的耀眼 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 别太快明智这些 谁甘心就这样 彼此无挂也无欠 我们要不相亏欠 我们要断思练 写壁走林里玉玉的毛布会见 最美期待我刚刚才唱 扎心了 佛系少女我今天其实没有唱 今天没有唱佛系少女 我刚刚只是 就给大家演示示范了一下佛系少女手势舞怎么跳 你们你们刚刚学会了吗 大家记得在那个抖音上面关注冯题目 然后我最新的一个抖音是 短视频发起了是佛系少女的手势舞挑战 大家可以去一起玩哦 一起挑战 这个彩排要彩排很多次哎 之前都要彩排 随时待命吧 有女儿国吗 有这首歌啊 谢谢B总的两个火箭 来来斗地主是什么意思 编唱编套不行啊 因为我的手拿着麦克风 这一个手只能做一个手的手势舞啊 我我会做不了的呀 哦有啊 那我不会那首歌呢 女儿琴 最美的期待我等一下唱吧好不好 因为不然的话间隔太短了 唯女儿琴 嗯 我决定 永远去旅行 起风了的话 我 没有伴奏哎怎么办啊 没有伴奏我唱不了起风了 我觉得那时候还蛮难的 没有你看吧 唱个再见前任吧 唱个再见前任吧 先唱个再见前任 毕竟这也是我的歌 对2017年说再见 对不好的事情说再见 希望大家心里一年都能开开心心每天 好运气 唱个恋爱费闹力 翻个手又用倾听你 爱情游戏 人设不实际 别太着急 姐姐姐姐妹妹演出戏 幻想着翻转偶像剧情 无奈收起 无奈收起 前男友也也 声歌开心 从一开始的宝贝 早点睡 喝着睡 到后来变成开会 再忙无所谓 最后到一腿再推 奇迹可畏 前任说再见 拒绝着日埋醉 Darling 崩塌在重生的宿命 失恋的魔忆 放声和回忆倒不清醒 装什么委屈 看什么距离 再见前任别靠近 凌晨一点已是你 夜上偶遇转抗眼睛 黑游是你 寒暄中带着一丝犹豫 午后两点三十七 手机里窥探了小秘密 宝贝寒迷 女摄影闻名 从A到Z 从一开始的宝贝 早点睡喝热水 到后来变成开会 再忙无所谓 迷隆我无情无意 互来换去 不就是有自信 我依然爱着你 缘分 缘分 像木马旋转不停 像突围困境 究竟喜闹一干二净 爱 爱了就后悔 忘了我的美 baby你说再见就再见吧 我们还能有多少障碍 goodbye my love 再见你就是唯一 再见我的珍惜 再见 再见前任 这首歌是逢题末唱的 大家也可以在各个音乐平台搜索一下 很好听的一首歌哟 谢谢晨晨的世界 太题目好听了 谢散散的蘑菇火箭 对呀对呀 有时会卡吗 我不知道为啥 可能是这个酒店的网络不好吗 我就是我这个眼睛有点干是因为这个空调觉得温度开太高了 这两天好热啊 这好像就全国各地都开始在升温了是吗 我想问 我不卡那就好那就好 我看到有小伙伴在那的反应说卡 谢谢帅的鸭皮的飞机 给大家的半卡 谢谢大家的礼物 我呀我吃了中饭了 我等会下播了再吃点啊 北京多少度来着 因为我等两天会直接再去北京哦 然后我也会把电脑带上也是在北京那个 到时候可能是在北京直播啊 我现在没有在北京 北京貌似还是挺冷的 查了一下好像还是挺冷的 还是几度是不是 历春了 我几点下播 我应该是九点几之前 你说你喜欢四年 什么 不告诉你们在哪 重庆吧 在重庆啊 这城都啊 在四川啊 在山东啊 没有你 等等 不告诉不告诉 其实没有啥不告诉的 这个也没有什么好不好不告诉的 但是我也我也不想刻意来告诉 在火星怪不得这么热 你也在山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在上海 我不在上海 我的爱不过期 我的爱不过期 和我还保密 嗯 再排出几个我 我为什么要给你排除啊搞笑 我现在二十八号 哎呀 哈哈哈 管我在哪你 你知道我在哪里吗 在你的心里 如果有一天 我回到从前 回到在原神的我 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 如果有一天 我离你遥远 不能再和你相约 你是否会发觉 我一句说再见 当你的眼睛 明着笑 当你喝口了 当你吵 我想对你好 你从来不知道 想你想你 也能成为嗜好 当你说今天的烦恼 当你说夜深 你睡不着 我想对你说 我却害怕都说错 好喜欢你 知不知道 如果有一天 梦想都实现 回忆都成了永远 你 你是否还会记得今天 如果有一天 我们都发觉 原来什么都可以 原来什么都可以 原来是否还会 停留在这里 你 当你的眼睛 明着笑 当你喝口了 当你吵 我想对你好 你从来不知道 想你想你 也能成为嗜好 当你说今天的烦恼 当你说夜深 你睡不着 我想对你说 却害怕都说错 好喜欢你 知不知道 也许空虚让我想的太多 也许该回到被窝 梦里会相遇 就毫不犹豫 大声的说 我要说 当你的眼睛 迷着笑 当你喝口了 当你吵 我想对你好 你从来不知道 想你想你 也能成为嗜好 啦啦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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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对你说 谁害怕都说错 好喜欢你 知不知道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100是什么鬼 打100 打100 哈哈哈哈哈哈 茶姐姐你的心在哪里 请问 电话号码 电话号码都说错了 太紧张了吗 这啥亮的T莫的飞机 一些金广线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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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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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五毛 那我也付不过来 不给 我这么抠 不可能 no way 应该我是嘉宾你知道吗 是你 你们邀请我住在你们心里 这样吧 你们要给我付房租啦 邀请飞 哈哈哈哈 你们还找我交房租 你们怎么这样啊 扎心了扎心了 整理一下发型 要钱没有要搁一手 不是 抖音的话确实那个 我一刷的话就是停不下来 你知道吗 就是每一个都可以让我爆笑 要么就是看妹子 要么就是笑死我了 你们不觉得吗 奇怪 钱三怎么接定 第一是我 把我去除 好吧 我不参与 我再占一个名额 这个岂不是太太不好了 就是在那个挑战 他那不是上面有一个那个挑战吗 我设置了一个就是佛系少女首饰舞啊 然后点那个警号那个挑战上面 那下面就有排名啊 你们就通过那个参与挑战就好啦 这还不简单 烦死了 我本来就是说 哎 戴着应该好看一些 有点闪闪的 就耳机挡完了 耳机 根本就看不到 而且我的耳朵 它是往里面的 它不是这样 也看不到我戴着耳环 我刚刚你知道吗 我在说什么 其实我又是在想夸奖你们 就是我刚刚说到新浪微博 我那个 不是置顶了一条微博吗 就是这个 这一条 不知道大家看到我的新浪微博没有 就是上面有那个亚洲新歌榜的打榜的那个佛系少女嘛 就大家点进去转发分享就可以打榜了 然后呢 没想到今天取得的最好成绩哦 是第七名 这个谢谢大家的 所以要感谢大家的分享还有转发 是大家的转发和分享就是次数很多嘛 所以呢 让这个排名到达了第七名哦 谢谢大家 对 开心开心啊 棒棒的 对转发分享就是有效的呦 谢谢大家的分享 对 对昨天我昨天我发的 没想到大家 嘖 这么这么这么团结这么有力量 亚洲新歌榜就是微博的一个那个新歌的排行榜 对 但是他随时都在变化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分享 不过这个成绩已经非常的厉害了 谢谢 我唱个背叛好不好 哈哈哈 别别别 这这个榜叫这个名字了你们别捧啥啊 嗯嗯 嗯 嗯 风起妹 雨 雨 雨 不停落下来 花 怎么都不开 尽管我细心灌溉 你说不爱就不爱 我一个人 欣赏 悲哀 爱 只剩下无奈 我 我 一直不愿再去猜 钢琴上黑线之间 永远 永远都夹着空白 永远都夹着空白 缺了一块 永远都不开 永远都夹着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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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你的期盼 把手放开不问一句 say goodbye 当作最后一次对你的溺爱 冷冷清清淡淡 今后都不管 只要你能愉快 这首歌叫背叛 心有一句感慨 我还能够跟谁对伴 在你关上门之前 替我再回头看看 那些片段还在不在 紧紧想你的心如何 say goodbye 你比我清楚还要我说明白 爱太深违让我疯狂的勇敢 我用背叛自己 完成你的期盼 把手放开不问一句 say goodbye 当作最后一次对你的溺爱 冷冷清清淡淡 今后都不管 只要你能愉快 接待的礼物接待的办考 这样唱 给那句 直接想你的心 我只要你能够跟谁要你 say goodbye 你比我清楚还要我说明白 爱太深违让人疯狂的勇敢 我用背叛自己 完成你的期盼 把手放开不委屈 say goodbye 当作最后一次对你的地爱 冷冷清清淡淡 今后都不管 只要你能愉快 只要你能愉快 哦 是天小节悠小夜 开通的伯爵 大情 计划笔寻之秋风剪的飞机 谢谢大家的礼物 我刚刚是 期末堂 谢谢 谢谢 右上角是奥特曼是逢逢奥特曼 玻璃堂那个歌 哎呀伴奏没有在这里 我问一下伴奏有没有 我蛮喜欢玻璃堂这首歌的 因为我很喜欢电音嘛 就很空灵很当当当的感觉 就像玻璃掉在地上的 那种感觉 等你下课 我这个我这个电脑里面 那个升降调的伴奏 还没有还没有弄好 下次弄好了就可以唱 等你下课了 起风了伴奏没有做好 做好了的话可以跟你们唱 好吗 小伙伴们我看到了 啊最美的期待现在可以再唱一遍了 那我唱一下最美的期待吧 这首歌也是抖音神曲哦 我有一个梦 像雨后彩虹 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 还有一种爱 穿越了人海 静起那个迷失的尘埃 你的呼吸越靠越紧 将我抱紧 我睁开双眼 想你在身边 无所谓永远 还是瞬间 紧闭上了眼 你却又浮现 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 忘了是非 没有伤悲 无怨无悔 我拥抱着爱 当从梦中醒来 你执着的等待 却不曾离开 舍不得分开 在每一次醒来 不用再徘徊 你就是我最美的 期待 原来是想 我看到说话 看到了看到了 陌游 你们从我直播间出去 就是陌游了 我睁开双眼 有你在身边 无所谓永远 还是瞬间 紧闭上了眼 你却又浮现 爱我远离寂寞的边缘 忘了是非 没有生悲 无怨无悔 我拥抱着爱 当从梦中醒来 你执着的等待 却不曾离开 舍不得分开 在每一次醒来 不用再徘徊 保持一种淡然是人生最美的姿态 目不太有文采了 边吃饭边看直播 哇 在吃饭了呀 好饿呀 我准备九点钟下直播 这两天有点忙 见龙哥厉害霸奇 谢谢大家的办卡 对了 直播间新来的小伙伴们 告诉你们一个非常 非常厉害的东西 那就是 在我的直播间送出一张 六鱼翅的办卡 就可以加入我的粉丝团了 知道吗 六块钱的办卡在哪里呢 在这下面这个礼物栏 它会有一个 这个 黄色的小卡片 看到没有 价值六鱼翅 然后呢 送出这个 办卡小卡片呢 就可以自动加入我的粉丝团了 就可以成为 我的粉丝团成员了 加入粉丝团有非常多的福利和好处 那你们又知道是什么吗 对 就是这个黄色小卡片 看到了吗 JerryFTW 我一打广告就卡 什么意思啊 你一段时间 什么意思啊 我一打广告就卡 我好难受 看得到了吗 看得到了我继续啊 看得到了没有 看得到了没有 只说到从前 看到了说一声啊 看到了 来来来来办个卡 哦好了是吧 就是看嘛 你们大家只要是第一次 看我直播的小伙伴 在我直播间送任何的礼物 或者是 送出一张 就是送出一张这个黄色的办卡 就可以加入粉丝团 加入粉丝团 每天一看 在背包里面 这里有个背包嘛 右下角 或者是 手机端的话 就是在那个礼物栏 旁边有个道具 点开呢 也能看到这个荧光棒 就这个荧光棒 每天然后就可以送给我 就是 加经验 然后加亲密度 就可以让你们这个 蘑菇勋章的牌子啊 一直升级 然后就不会掉了 每天都有哦 24小时还会清空一次 所以每天过了零点呢 大家就记得在背包里面 领取一下这个 免费的荧光棒 送给我就可以提升 亲密度 升级粉丝牌了 就不用再花钱了哟 是不是很划算呢 但是 如果你一周之内都不来 送一次粉丝荧光棒 不来送一次免费礼物 那么 这个粉丝牌子 就会一直等级往下掉 掉到零级就会消失了 你又要花钱 重新办一张卡 就很不划算 所以大家 一定要 记得 不要忘了 每天过了十二点 要来打卡签到哦 因为这个免费的荧光棒 是 免费的 不需要你花钱的 每天都可以领取 知道吗 没有卡 骗人 哼 又卡了 卡了 那我又要重来一遍了 是不是卡 啊 是不是唯一唯一 唯一让你们半卡 你们就卡了 我这个只是说个 因为我看到有很多白色弹幕 新来的小伙伴在问 他说Timo怎么加入粉丝团 我是为他们打一几货呀 我并不是说是吧 在打广告 真是的 你们要照顾一下 新来直播间的小伙伴 不是我随时我要看白色弹幕的 因为白色弹幕 他们就是因为粉丝 粉丝勋章没有到达六级 就不能发送 发送彩色弹幕 到了六级 升 你们升级到了六级 就可以发送彩色弹幕了 卡死了 骗人 因为我要你们半卡 所以卡了 我的锅咯 是我的锅的意思吗 你就是推锅给我吗 我真贴心 谢谢 你看嘛 他说六级不容易 我看白色弹幕说 那六级不容易 别骗我 我这里卡了 我这里有提示 给阿米多多黑呆的办卡 感觉白色正好看 白色好看也可以啊 那你不升级 但是你还是要把粉丝牌给续着呗 你可以选择什么颜色 他这里看嘛 有粉丝牌的颜色 你看 可以自己选择的 蓝色 六级就可以用了 九级就可以用绿色 粉红色是十二级 十五级是橘色 十八级是紫色 二十一就是红色呦 这里 谢谢相当 相当爱 提莫风 都是小学生 谁说的 我直播间 有很多小学生吗 那太好了呀 因为人嘛 都是这样的 都是喜欢跟自己年龄差距不大的 是吧 那证明 我就说我十三岁 你们不信 我知道你们喜欢看我 因为我们是同学啊 我们是同龄人 我们一起成长好吗 我们一起长大 你们有一个优势 就是你们还可以再长高啦 我 我不可以了 我只能看着你们 我看着你们长高 虽然我跟你们一样大的岁数 虽然我也是十几岁 十三岁 你们长高之后不要嘲笑我啊 毕竟我们是一同成长过的同学 说好的一起长高呢 为什么你长高了 我还在原地踏步 还没发育 我们一起长大 是啊 没毛病啊 是个男人 七个傻 八个男 这个话 身高十三岁 你男人的爱 却没人 跳出来 又长高了 怎么发白色 你现在就是发的白色呀 你发的弹幕 你会自己看到 你发了弹幕 你可以示范一下 你在对话框框输入一个弹幕 发出来你自己的框框呢 它是有一个蓝色的淡蓝色的框框 框住你的画的 就比如说我说个话啊 不好意思 我是主播 所以我的这个字体特别的大 跟你们都不一样 有特权的 因为我这个 它是白色加粗字体 还在最上面 置顶 谁都不是 谁都不能跟我一样 不好意思 示范 失败 你们自己可以打个点啊 啥的示范一下吗 对啊你们示范一下它就是能够 也难道自己的弹幕自己看不到吗 我都是一抹一把也行的 你们的这个几层弹幕我都是能看到的 哈哈 是不是啊是吧能看到一个蓝色框框框住你说的话 谢谢大家的办卡谢谢 谢谢大家的逢听播棒棒的啊 哼 我的肢体我刚不是给你们看了吗打出来了 真的一幕一百行 看得到你 不是你们夸我一句话 我马上就能知道你们在夸什么 我就能看到所有人夸我 夸我的话 你看 这个说提莫阿姨今天好可爱 来把它找出来封一下 我嘴快一下唸快了 我嘴快一下唸快了 妈蛋 怎么这样啊 伤心了 不想看了不想看你了 最最好的年纪遇到你 不想看你们弹幕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谢谢一而一就喜欢蘑菇 谢谢天龙小战的办卡 谢谢大家的礼物 太阳 茶姐姐被盗号了吗 情侯好高啊 对这种的话我就会念出来 我就会很开心 睁眼说瞎话的小伙伴还是可以的 小可爱 好肉麻 哎你们不想听点歌曲吗 要不唱个远走高飞啊 我们唱唱歌吧 就题目上榜 那个应该有点难的 那个亚洲新歌吧 大家记得微博转发分享就好啦 怎么变成这样呢 远走高飞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 我的脚踏边天南和地北 日晒或是风吹 路边那朵蔷薇 关掉了手机 管他谁是谁 不要去理会 是是与非非 天亮走到天黑 走高飞的平 如果迎着风就飞 不看这世界有多美 让烦恼都会飞 别去理会 自我结尾 如果还有梦就追 至少不会遗憾 后悔 迎着光勇 不敢追 远走高飞 说走就走一回 飞飞飞飞飞飞飞 翻过了山坡又踏过了水 更新走别关东南河西北 前行或是后退 日落下的远回 日落下的远回 拥挤的城市 布满了虚伪 何必去辩解 谁错或谁对 日晒或是回归 那自由的感觉 如果迎着风就飞 不看这世界有多美 让烦恼都会飞 别去理会 自我结尾 如果还有梦就追 至少不会遗憾后悔 迎着光勇 勇敢追 远走高飞 说走就走一回 别去理会 谢大家的飞机 谢大家的办卡 谢大家的云光帽 鱼丸礼物是雪月游神 如果还有风 就飞 俯瞰这世界 有多美 让烦恼都会飞 让烦恼都会飞 别去理会 自我结尾 如果还有梦 就追 至少不会遗憾后悔 迎着光勇 勇敢追 远走个飞 说走就走一回 不帐 诺 拍 �敏 诺 演唱 好虚乎 飞不动了 我先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您可以飞到空中 然后到下一个地点等等我 你在终点等我 怎么样 哎我之前不是接受了一个重庆的那个采访吗 然后呢有一个摄影师嘛 就是我前两天传微博的那个照片 然后那个照片呢 给我拍照片的那个 那个摄影师 然后他是 他是我的那个水友 然后喜欢看我直播 然后他也买了这件衣服 我说我哎我一看到他 我说哎这个衣服 我说我直播穿过哎 啊对啊就是看到你直播穿过 所以我去买的 然后 我说哎我说我穿的 我说我买的是男的男装最小号吗 他说不是的 他说我买的女装最大号 他说因为这个 这个款是女生的 但是有点大嘛 他穿着我就看着 哎好像是 我以为是男装 我以为我买的是男装最小号 然后我说哇 扎心了 我说看来是真的看我直播呀 对啊买的同款 然后来给我拍照 但是我那天没有穿了 如果穿了就尴尬了 就情侣装 我反正是还蛮喜欢那个 穿运动装的 运动休闲服 在哪买 不告诉你 我真的是对了 这个都不知道在哪买 真的是 挡住挡住 不做广告 想着我们还不知道写什么 天王盖地虎啊 天王盖地虎啊 天王一米五啊 天王霸气 威武 谢谢地外 神一样的神的飞机 谢谢大家的办卡 谢谢大家加入我的粉丝团 谢谢大家的余玩赞 若基 谢谢大家的关注 不要忘了关注我的直播间哦 运动装不显身材 我身材很好吗 关键是 拜拜了 什么意思 要有事情了吗 意思是让我穿一些性感的衣服 显身材的衣服啊 可是我身材没啥好险的 没办法我人太 我太善良了 看到个字我都会打 打哈欠 哦 未发现病毒 吓死我了 我以为我的电脑上有病毒呢 每一次 偷偷地看你 太阳晒过你 白色的衬衣 听海浪 安静而动听 右肩走在我心 欢欢弹钢琴 我们找不到原因 悠悠奇妙的默契 你眼里也有同样 藏不住的孩子气 转几千公里 再走某一地 旅程多美丽 因为你在这里 因为你在这里 这是不是爱情 像一场旧地音 微笑或沉默 都是美好的事情 你是不是爱情 我只是陪着我旅行 同看过这一路风景 这一路 我走走停停 谁都带着回忆一起远行 坐满车 坐满车 倒退看风景 原来下错了站 才能遇见你 我们找不到原因 有奇妙的默契 你眼里也有同样 藏不住的孩子气 转几千公里 在这目的地 沿途的美丽 都是因为你 这是不是爱情 像一场旧地音 微笑或沉默 微笑或沉默 都是美好的事情 你是不是爱情 我只是陪着我旅行 同时 这一路的风景 云朵在眨眼 空气很像天 我们走很远 忘却了时间 你在我身边 至少让全世界陪我 陪我一起留恋 这是不是爱情 像一场旧地音 微笑或沉默 都是美好的事情 你是不是爱情 我只是陪着我旅行 至少我没错过风景 在莱茵哈特 天圈里的飞机 谢谢大家的办卡 牵着我的手当天明 告诉我 这就是爱情 谢谢小龙的伟绍的游侠 谢谢你的菊花 谢谢菊花 妈的你这个ID念出来不好 所以有时候我还要看一下你们的ID 还是要看一下 不能无脑念 不能无脑念你们的ID 像什么有的人故意取一些骚ID啊 什么 谢谢什么 劳工 大人之类的 谢谢 我劳工之类 就故意取一些那种谐音你知道吗 然后念出来就是 哎呀 套路了被套路了 想占便宜的那种ID 嗯 以后啊要提前 提前看一看 过一遍脑子 谢谢头盗鸡刹手 谢谢情意浮夸 你们现在太套路了 随时都想着套路我 对我 我也看到那个骑猪狂奔的冯三岁 还有骑猪狂奔的鞋妹妹 这是你们的小号码 谢谢周二柯的小粉丝 谢谢潮童军的飞机 骑猪狂奔 是什么意思 我在黑屏的时候看到的 这快递丸 都是套路啊 有很多ID很有创意啊 我看到也会笑啊 也会觉得很好玩 是吧 我当时除了那种侮辱骂骂的 那种大家就 是吧举包就好了 举包就完事了 但是大家的ID我都还是蛮喜欢的 除了那种乱码 就全部是一堆数字 我就觉得 哎呀小伙伴啊 你这个ID 太难念了 有时候 比如什么 QW3F4A5Q67Y90之类的 就是这种 骑猪姐姐 骑猪姐姐狂奔啊 那难道是鞋 是鞋妹妹的小号 这个衣服 这个衣服就 商店就可以买啊 就是在实体店就可以买 但是网上旗舰店应该会便宜一些吧 其实现在网上买衣服还是挺好的 就是你在装柜的时候看了 好像网上会便宜一点吧 是吧 就如果网上有旗舰店的话 那警方呢 但是也要 预防 买到假货 也不好 这个来怎么辨别呢 是个难题 我是不知道 我玩抖音的呀 我当然玩抖音啊 抖音叫冯提莫 我今天刚刚上传了一个 带挑战的佛系少女手术我的短视频哦 大家可以 关注我的抖音 冯提莫 多多参与 因为前三名呢 就点赞评论 转发最多的前三名 我们会给出神秘的福利哟